Good morning 今天给大家拍个vlog 记录一下 首先早上先去richmond 带客人看一个richmond 他想看的房子 然后下午是 约了开发商去看 他们的新盘在 Breadwood 咱们温和华 小三里屯最近也是 热度很高因为 因为 装修了N多年的 海底老头 终于开了 所以我带大家到那边走一走 感受一下 然后去看这个Bofo 这个很有名的 意大利背景的开发商 在Breadwood的新楼牌 也邀请我过去看一眼 所以今天就是带大家沉浸 体验地产经济生活的一天 哇 你一直 要在我身边 蹭啊蹭啊蹭一下 蹭一下 好 走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今天中文化的这个夏天 来得特别晚 已经五月份了 然后今天又变得阴阴的 开始下小雨了 感觉往年这会儿已经 每天都艳阳高照了 不过上星期 那就是这一星期 今天星期天嘛 确实感觉已经 非常艳阳高照了 但是今天又开始有点凉了 所以毛衣又穿上了 星期天一大早 这星期天会就排队 整理真的很好 谢谢 我们到了 这个房子 是一个 面宽特别宽的边角地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个后院也是做了 跟内外呼应的这个造景 屋主还来住我楼上卧室 就是隐私问题 就不跟大家拍了 想看的朋友可以跟我约 咱们单独 private手里面过来看 看完了 房子非常灾 这个 真的就是屋主自建 盖出来这样的房子 用料 然后做工 但是它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很值得一看 如果特别喜欢这种现代极简风的 很值得一看 吃过饭 然后就准备去Brown Wood 带大家看看 另外一个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但是非常精致的像 吃过饭 吃过饭 这个吃个工作餐 在那个三号路有一个港风味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我中午在附近 就会来这边简单吃一口 我的饭来了 咖喱牛肉 这边这个海南鸡 已经吃一包了 还是海南鸡快 我们到了Brown Wood 然后到了这个展厅 这个展厅非常的漂亮 给你们刮一下雨看一下 从外面看 外面下来蛮大的 Bofo 这个开发商 一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的说的 然后我们现在进去 哇 像好的 看一下 这是Bofo 在Brown Wood的新项目 Bathano 好 嗨 嗨 嗨 这个项目呢 是Bofo 这个开发商第一次做这个master plan 所谓master plan 就是这种大的规划 一下子建几栋楼 然后都是high rise 因为他们之前是一个很精品的开发商 他只做一栋楼或者两栋楼 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 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 是咱们现在整个master town大家口碑最好的 叫Mordello 比较新的 然后master town那边还有两栋楼 第一栋跟第二栋 那个稍微老一点了 但是户型就是都贼大 先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吧 四栋 然后现在卖第一栋 这一栋二栋 然后最后的三栋是后面两栋 然后这一栋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出租单位的 他们是在master town那边有建一个 纯出租的楼帮政府 所以就保证了这栋楼出租比例特别低 他这一栋这一栋都是没有出租的 然后一直到最后一期 就是最后才release的这两栋 下面你看这个proden level 就比较低的 大概有五六层是出租 所以四栋楼就这一点 因为定位很高端这个楼 它并不适合一般的就是投资的 它主要就是为了资助 因为这栋楼呢 它每一层 基本上每一层全都是一模一样的户型 然后每层八户三个一房 剩下的都是大的户型 900到1200 顶层呢 它没有做penhouse 做的是一个sky launch 顶层的会所 因为这个开发商刚刚跟我讲了 整栋楼它每一层都是penhouse的finish 我刚刚看了确实不一样 然后这边shamanities 有健身房瑜伽室也很standard了 然后就是咱们室外damanities 然后打楼台 在这边聚会什么的 我们看一下lobby lobby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个双层的挑高 然后这栋楼一会儿那边有渲染图 我给大家看一下外里面 然后整个入口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呢 车从这边可以送人过来 像瓦雷的感觉 然后进这个地下车库 它的进口跟出口是分流的 就能让你感觉到跟普通的公寓很不一样 OK咱们去看看这个具体的细节 然后这个图咱们看看吧 首先就是大楼正门 这些黑色的大理石 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食材铺到外面 这个也是Bofo开发商一贯的风格 他们做的项目都不是很刚需的项目 是这种比较高端的自助的项目 然后里外是有这种echo的 外面里面相互呼应 有没有感觉跟今天早上咱们看的 那个richmond的豪宅很像 就是有点细节上类似的地方 一楼会有24小时的前台服务concierge 然后这个双层的酒店式的大堂 然后看一下咱们刚刚说那个顶层的顶层的设施 顶层的设施呢 这边它不是一个full kitchen 不是一个全部的厨房 然后会是比较适合大人聚会的一个区域 是顶层嘛 没有painhouse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painhouse indoor outdoor 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域 室外 这个是在这个会所里面的效果图 看着Bernaby的这个 莲绵山景 然后整个大楼的外观是主色调是深色黑色的 所以就不会太过时 常常有咖啡我刚喝完就不喝了 这个就是Bofo之前的这些项目们 大名鼎鼎的Modello 咱们Metro Time的项目 然后就一和二 样板间看看吧 样板间挺多能说的的 首先它这个样板间 我刚刚看完的感觉是做的非常细 两个配色 然后每个样板间做了一个 首先是咱们看的是两房两位 然后很大的 按照现在的仿丝的面积来说 939尺 然后他们这个样板间呢 做的非常的还原 还原度很高 就是你能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有的 没有的东西我会跟大家去point出来 首先入户门先说一下 它这个入户门 下面这个石板是跟房子这个外立面那个食材是呼应的 然后进门会有一个这种strip light 然后这个区域是布包的 这个区域 开发商如果你喜欢会给你涂 然后你可以自己做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见的 门口会做一个niche 然后在这边可以挂钥匙 这是做好的这些都是包的 然后你看这种磁吸的可以放便圈 放往信啊 然后充电口也是做好的 然后在这放你的杂物 出门的时候要拿非常方便 我刚刚为什么感觉到还原度很高啊 因为很多样板间 它不会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 这是房间那个空调的内积 它把这个位置给你标出来 让你清楚这个东西会在哪 然后你更好的去做判断 会不会影响你之后的使用 然后就是进门的衣柜 好咱们就进去看吧 然后首先呢就是厨房了 厨房整套的电器全都是这个Bertzoni意大利的 包括冰箱 炉灶 然后还有这个烤箱 洗碗机 全套都是 然后一个一个细节看 先看Backsplash 这个从底到顶首先 然后是一整块的 一整块的 然后上面的这个全都是交付标准 这个柜子 每个都是无把手式设计的 隐藏式把手 它在这个柜子的背景 也都在多夹了一块相互呼应的石头 非常漂亮 然后第二个细节 这个台面 石头是直接铺到窗台是连起来的 这个在公寓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不能说少见 反正我目前就是见了第一个 然后 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包的 就是你户型如果有 就包基本上两房都有 基本上两房都有 挺酷的呗 然后这些都是隐藏式的 这些organizer 都是包在交付标准里面的 包括这里面也有organizer 这些都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我们去卧室看一看 主卧墙上的这些是不包的 这些就是装饰啊 壁纸啊还有这些 然后 咱们进主卫看看 主卫呢也是 所有的砖都是统一的 嗯 所有的拮据都是意大利的 这个淋浴里面的neach 包括你像刚刚咱们在厨房看到那种 一下包到窗台的食材 这边也都是包在包 一直包到这个上面 所以你的墙就不会很容易的弄脏啊什么的 上面就是messon cabinet 都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是浅色调 它还有一个深色的配色 这个是个两方980尺 阳台也巨大 它阳台就是很宽 从这边一直过来 这样就好摆家具嘛 不然阳台就很难去有一个很好的orientation 然后本拿比的这个 模拟出来的山景 这个是介绍开发商的这个起源的 意大利的 意大利裔的开发商 然后他们对本拿比的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 因为他们之前搞的Mordello 跟这个JU 相当于是他们最 最成功的项目了 知名度最高的 也是帮他们打下良好口碑的 所以他们对本拿比这个城市的感情是有的 所以这么多年之后 重回本拿比这个项目 也确实是很惊艳 OK 然后来看看他们这个主力户型 大户型 1234尺 然后两房加书房 然后这个户型呢 它是一个非常横向非常宽的户型 然后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你可以选两房或者三房 这个不加钱 它三房就是把这边弄成第二个房间 然后主卧是在这儿嘛 就把主卧给区分开 所以 两房三房自己选 open 凳是在这儿 然后进去看看 这个就是深色配色 进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大横厅 这个尺度非常夸张 在现在的新房市场里面 所以如果想做三房的话 OK 这儿就会变这个餐厅的位置就会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隔壁是自卧 你就算把这个这个区域去掉嘛 然后你这样看过来 这个厅依然很宽 那个超大的落地灯 超可爱的 这个开发商能在展厅里面放这么大落地灯 是有勇气的 因为房子够大 然后有几个要说的点 首先呢 这个倒台 这个也是给你充分的自己发挥的余地 在这个一个户型 最大的这个户型 它是固定了一个倒台 但是小一点的 两房或者是一房 它给你选项 开发商可以帮你做倒台 也可以帮你做一个就是movable的桌子 这个都不加钱 可以自己去选 然后这个项目没什么upgrade 因为所有它整个房子的定位 已经把它的标准提到很高了 所有本来该upgrade的东西它都包了 这个房子只有一个upgrade 就是这个这个炉子 但是我相信对于咱们大部分的国人来说 是不算upgrade 它是标配是气炉 然后upgrade升级选项是变成电的 咱们可能更倾向于气炉对吧 然后这个深色的就是这种黑金配色 也是从下面一直做到上面 很漂亮这个深色的 如果房子大的话还是蛮合适的 然后呃带你们看看这边是呃 呃一样有这个开放式的书房 然后这边就是小房间 加小房间的客位 这个玻璃啊也是标配的 你包括地上的瓷砖 以下都是连接到这个浴缸的边边上 然后墙上的niche 这些都跟刚刚咱们看的一样 只不过是另外一个配色 然后走到这边的主卧看一下 这个横厅超宽的 有国内大平层的感觉了 然后这个就是呃主卧 king size肯定头头没问题 然后这些organizer 非常漂亮 嗯然后就是主卧的卫生间啊 嗯一样的这边双态盘 然后从台面到墙上的这个挡水 然后当然地暖是当然都是标配的 ok ok这个项目看完了简单跟大家总结几点 呃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精品精品的项目 它的价格现在还没有 但是呃不会便宜 它可能不是很适合一般的投 做投资的客人 基本上就是为自助去打造的 呃每一层基本上都是penhouse 或者是全部upgrade升级拉满的那种配置 也全都做成标配 呃展厅马上就可以看了 呃bofo嘛大家呃对于这个开发上信心也非常的足 呃户型图这边已经全部都有了 呃大家随时可以来找我要资料 呃星期六就可以开始看了 这周六是呃下周六 下周六应该是十一号 然后大家随时跟Nick留言随心打电话 咱们随时过来看 接下来呢 嗯 大家去Brandwood转一圈吧 好久没去了 这个工作完了去转转看看 谢谢凯莉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出发 ok我们到了这Brandwood Brandwood现在是在文库华村很新的一个商场 然后做的很时尚 很有国内的这种感觉 每一个building 它也是一个老商场 然后翻新的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ship 这开发商去做的 它围绕这个商场也建了很多栋住宅 嗯 它很像国内的是它室外室内的空间都有 然后室外每一个building 都用这种空中的廊桥去做连接 很棒 然后我很喜欢的一家店 也是从downtown搬过来了 装修了好久 还没有开门 就像当时Brandwood的这个海底捞一样 也是装修了很多年 现在终于开了 就在这儿 海底捞看到了吗 终于是开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店 Suit Supply 这个买这个西装成衣非常方便的一个店 是一个荷兰的牌子 然后评价 并且它的这个裁缝呢 店里都有裁缝 所以你买了成衣想改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他们的那个服裤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店 我带大家上去看看 装修的都特别的时尚 非常好看 这不难理解 现在Brandwood 房价起来了 大家那么喜欢 这个区域呢 它首先 它离downtown很近 相对近 然后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 它这个Food Court 非常漂亮 然后基本上今天咱们这一天的工作就差不多了 看了一个很漂亮的独立屋 然后又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寓 一天都在看漂亮的东西 心情也都非常好 然后那今天就这样了 大家拜拜 我的本ảnh 我们下期再见 我还是喜欢收拾 请吗 我们下期再见